港澳居民来台自由行即将在20号开放 消息一出台北市各大五星级饭店 纷纷推出了港澳专案抢客 像是居民酒店将住房结合露营车 室外室内双享受 金华酒店则是赠送了两万飞行礼数 不过仔细看看每晚住起来 要价逼近万元 预计未来还会带动台北市的平均住房价格 我们封露营车体验户外都封悠闲时光 想航软绵绵的床还可回到饭店入水 即将开放港澳旅客来台住宿来点新花样 手工意大利面刨上一片片顶级松路 再来到冰淇淋甜点融化味蕾 均品酒店港澳住房专案将房间结合露营车 一碗最低卖8800 还个家驾享用正统意识佳肴 在疫情前我们的港澳客战比其实就蛮高的 平常大概就25% 那在假日的时候 其实可以达到60% 其实针对来过台湾很多次的港澳旅客 宽敞客房拉开大片落地窗 阳光洒落可以清楚看到台北101 地点精华的精华酒店 同样是港澳客来台入入首选 业者推出专案三天两夜加早餐 再加码赠送两万飞行礼数 最多的是来自于之前就已经有在配合的 港澳地区的一些公司行号 还有旅行社到了第二季左右呢 我们预估大概会有将近10%左右的这个外籍旅客 不只自由行旅客还要锁定高消费力的商务人士 因为仔细看看各大饭店的港澳专案 精华每幅都是万元起跳 军品搭配露营车也逼近万元 汉店房网站一般房型比一比 每晚价格似乎都不算便宜 所以负单就做好一点 反正都来玩了 如果是不同的服务的话 比如说港澳他来台湾 然后他想要用比较饭店统一处理的方式 帮他处理很多行程啊票券啊住宿相关的东西 价格稍微有一点区别是OK的 港澳客来台倒数五星饭店火速推出专案 预计会提升平均房价5%以上 饭店夜停过疫情 利品营收大进涨 但高单价住房也不是人人都能负担 接着作为叶子雄台北才能看到